顶级黑鱼鱼在专业师傅一刀一刀切下的瞬间 剖面油花分布均匀 这样一小块就要破百价格 有人觉得太贵了 有民众PO文在东港鱼市场买黑鱼 菜单上有写每一份的价格 但送上桌看到这份量也太少了 不同部位的鱼鱼每份两片 最贵得要460元 让这位民众感叹 贫穷限制了想象 在华侨市场应该算是上负的部分 然后它价格460 我觉得蛮合理的 然后这片应该 我看起来应该差不多在中复的部位 所以360的价格也算合理 就是因为高品质才反映在价格上 每年4到6月是黑鱼鱼丰收的季节 在屏东东港鱼市场 新鲜现切鱼料理 让外地游客趁廉价期间来品尝 像是业者手上拿的这一块 每公斤要2000元 分切之后油花多的地方会比较贵 顶级黑尾鱼 有消费者觉得太贵 也有人认为还能接受 业者则强调 不同部位等级油花分布都不一样 油脂越高肉脂越好 价格相对就比较高 TVBS新闻赵丽纪元 屏东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拓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